近年来,中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取得的出色成就已经被国际上很多国家认可,作为中国人的我们也是看在眼里,自豪在心里,如今,在国际会议上,中国声音已经成了重要一票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一件令国人感到非常高兴的事,因为祖国在国际意味上的日益提高,那么中国人也必将越来越受到外国人的尊重。 但要知道,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些可不是不费吹灰之力换来的,而是几代人历经千辛万苦换来的这一结果。 自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科研人员通过不断的探索,终于突破了一项又一项顶尖的技术。 近日,据西方媒体报道称,中国又在一个关键技术领域取得了巨大突破。 据美国军事专家称,中国突破了世界为二发动机技术,此前一直认为航空发动机是中国永远也攻不破的软肋。 没想到这一次,中国却解决了一直困扰的发动机旋转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而在这之前,世界上能解决该难题的国家只有两个,一个是美国,另一个就是俄罗斯。 看来这一次要加上中国呢,作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我为祖国感到自豪。 英国军事专家表示,中国解决了发动机旋转问题,那么接下来很可能就会研发新的重型大推力火箭。 而且近年来中国在芯片研发领域也去了突出成就,二者也将会为中国未来的航空航天事业带来制的飞跃。 如今已经有很多国家纷纷向中国表达想要合作的意愿,希望中国能够出售该技术,但是美国却及时出来制止。 美国媒体称,中国是一个非常喜欢分享的国家,但是这一次,无论如何也不能对外出售该技术。 我国军事专家分析称,美国如此急迫地禁止中国出售该技术,显然是怕欧洲国家一旦掌握了这项技术后,会动了他们的蛋糕。 不管美国说话好不好使,至于我国最终会不会选择和其他国家共享该技术,让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现在我们最应该做的那就是自豪,为祖国的强大而自豪,在强大经济支持下的中国近些年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可能,相信未来中国还会在更多的高科技领域取得更大的突破。 期以来,北约国家一直都是美国最坚实的盟友,是美国政策最坚定的执行者,不过近几年这一情况却悄悄地发生了转变,北约内部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有了自己的主见,学会了拒绝美国。 即使如此,英国作为美国最铁杆的盟友一直坚定不移地追随美国,不过有媒体报道,即使是英国也开始慢慢疏远美国了。 近日,有消息称,目前英国已经正式决定将向中国提供基载雷达设备以及相关技术,此消息已经公布并引起了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关注。 我们都知道,长期以来,为了阻碍中国军事科技的发展,西方一直奉行着美国倡导的对华武器禁运,美国任何一个盟友都不得向中国提供高科技军事工业以及相关民用技术。 此次英国对华出口基载雷达显然突破了对华武器禁运禁令,实际上不仅仅是英国,近些年来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军事交往不断升温。 欧洲的一些国家开始主动寻求与中国的合作,但这些交易基本都集中在美国边缘盟友国家和一些军民两用的技术上。 而英国作为美国最为可靠的全天候盟友,向中国出售基载雷达以及武器控制系统如此敏感的技术还是第一次。 而且根据目前曝光的合同细节来看,此次交易,英国甚至将会进行部分技术转移,而且此次交易并没有设定任何门槛,就是以此普通的钱货交易。 这也就意味着未来中英两国间的军火贸易将会走向常态化,正常化。 一名英国军事专家称,除了这比交易外,目前中英两国军工业正展开多方面的合作,其中航空发动机将成为两国未来合作重点。 相信很多热爱军事的朋友都知道英国的罗罗公司,这是一家与美国通用,普惠公司并成为世界三大航空发动机巨头的公司。 其航空发动机研制技术领先全球,目前中俄联合研制的CR-929就计划采用该公司的产品,不过由于有美国的限制,罗罗公司现阶段主要服务于中国民用航空,近期罗罗就正式与我国东航签署了一笔总额,高达101亿美金的航空发动机维护协议。 不过随着中英机在雷达合作项目取得的突破,中英军工合作的大门已经打开。 现在很多西方国家都已经意识到对中国展开技术禁运有多么愚蠢,因为他们发现所谓的制裁并未能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 中国在某些领域取得的成就甚至已经超过欧美,例如五代隐身战机、无人机、航母、驱逐舰等领域中国都已经完成了对欧洲的赶超。 现在很多欧洲国家都在考虑放弃武器禁运,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再不尽快与中国合作出口先进技术,再过几年欧洲技术将不再具备任何优势。 城市现在还有一点优势多向中国出口,能赚一点是一点。 而除了英国,美国另一个铁杆盟友以色列也有意继续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面对盟友的倒戈,美国一名军事专家发出警告称,美国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美国不同意。 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相处时往往都会因为利益之间的纷争而闹出各种各样的矛盾, 而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时有时也是这样,会因为大大小小的摩擦而闹得不愉快。 在亚洲,就有这么一个国家,非常招人不待见,俄罗斯更是对其恨之入骨。 我们对日本这个国家的了解应该还算比较深。 虽然日本国家不大,但是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军事和经济确实很发达。 但是由于日本总是充满着野心,动不动到处惹事,所以很多国家并不待见日本,尤其那些在二战时期深受日本伤害过的国家。 很多国家开始效仿俄罗斯,用军舰轮翻在日本家门口到处晃悠,这让日本表示强烈抗议。 就连日本的邻国也开始骑到日本的头上了。 上月中旬,韩国海军在海上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 据韩国媒体报道称,此次韩国军方出动了大量的海军陆战队,其中还包括20架飞机和6艘军舰参加此次演习。 而此次演习的内容却让日本很反感,因为韩国此次将演习的内容归纳卫视。 关于独岛领土受到敌国入侵的争夺战,我们知道,独岛领土一直都是日韩两国争论不休的地方,此前双方为了这个地方不仅互喷口水,甚至不惜动物,而这一次韩国公然向日本挑明,通过演习告诉日本,这里是属于韩国的。 因为这只是一次演习,日本方面只是表现出了反对态度,并无其他相关行动,但是这件事却让日本有些忍无可忍了。 因为在韩国演习之后,俄罗斯也派出大量舰队前往这边海域进行海上军事演习。 而且俄罗斯这次不是小规模军演,规模至少是韩国军演的好几倍,俄罗斯出动的战线上还装载了大量导弹。 对于俄罗斯的这次在日本家门口演习,美国军事专家指出,俄罗斯最翁之意不再久,有意在敲打日本。 据日本官方媒体报道称,其中有四艘俄罗斯机的军舰穿越了宗古海峡约50公里的海域,而且在航行时的动作十分嚣张。 各种秀操作,我们知道,宗古海峡是日本重要的海峡。 日本媒体报道称,四艘战舰分两批在该海峡内穿梭,两艘向东航行,两艘向西航行。 而日本体气本来就不好,尽管他们知道自己不是俄罗斯的对手,但是俄罗斯军舰都开到家门口了,如果还什么都不做的话,传出去会被其他国家笑话。 所以日本硬着头皮派出数艘军舰和F-35战机东西两侧的四艘俄罗斯军舰进行包围。 但是让日本没有想到的是,即便日本战机在俄军舰头顶上飞他们也丝毫不惧,仍大摇大摆地穿过了日本海峡。 反而上演了一出日本派出战机军舰,对俄罗斯四艘军舰保架护航的好戏。 近日网络上爆出一张我国最新052D驱逐舰的照片,尽管照片中052D驱逐舰的贤号不是很清晰, 但也可以隐约看到上面写的是131,这就意味着我国的第11艘052D驱逐舰太原舰服役了。 进入2018年以来贤号为118的乌鲁木齐舰,贤号155的南京舰,贤号119的贵阳舰以及贤号161的呼和号特舰都已经服役了。 而在2018年还有一艘贤号120的成都舰可能会服役,那样的话今年服役的052D驱逐舰将高达6艘,成为052D驱逐舰建造以来服役最多的年份。 052D驱逐舰是我国海军正在建造的新一代中华神盾驱逐舰,满载排水量7500吨左右,装有64单元导弹垂直发射系统。 能够搭载防空导弹、反舰导弹以及对陆攻击巡航导弹对目标发起攻击,具备较强的防空、反舰和反潜作战能力。 目前已经露面的就有19艘了,而随着052D加长版的持续建造,052D系列建造总数可能会高达30艘左右。 如果再加上已经服役的6艘052C驱逐舰以及至少8艘的055驱逐舰,中国海军在以后的2025年之前断舰就可以超过40艘了。 052D驱逐舰自2014年开始服役以来已经有11艘了,尤其是2018年更是迎来了一次服役的高超期,这也是中国大型驱逐舰。